海贝王、黑胡子团一突袭大妈领地!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简陋王黑胡子正暗中行动,据他所言是要抢夺什么东西,虽然伟田迟迟没有公布黑胡子的动向,但不少海迷已经猜测出黑胡子可能去的地方,其中就有大妈的万国。 由于鬼岛大战的关系,让四皇大妈带走了不少精英船员,这意味着万国内部的防御严重下滑,如果黑胡子团真的突袭万国,必然能轻松成功。 黑胡子偷袭大妈领地! 不得不承认,黑胡子的计划,确实有可能去偷袭大妈的万国,因为大妈与黑胡子同属海上的四皇,两人之间有助相互竞争的关系,而黑胡子又是以阴险闻名的海贼,所以很有可能趁大妈领地防御薄弱的时候去偷袭。 有海米更是批出相关的同人图,单看画面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 如果黑胡子真的偷袭万国的话,那么他会得到什么呢?主要资源有两个,分别是恶魔果实和领地,同时还能彻底将大妈多年创办的基业一并催,这样无形之中少了自己未来的一个大敌。 不过笔者认为,黑胡子前往万国的几率并不大,因为万国的资源对于黑胡子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大妈的万国对于黑胡子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当黑胡子偷袭万国时,确实能得到一定的恶魔果实和领地,但对于已经成型的黑团来说,这些资源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克力价,卡尔的果实虽然强大,但也只是在合力开发的程度上才显得强大,并不是因为果实自身能力出众,要知道黑胡子每次掠夺的果实都是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特殊性质的。 譬如像能隐秘气息的透明果实,克制一切果实能力的暗暗果实等等。 正是由于万国的资源不够吸引黑胡子,所以黑团会突袭万国的可能性不大。 况且,四皇大妈已经在和之国落败,就算黑胡子不偷袭万国,大妈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元气。 黑胡子既然是谋虑许久的计划,必然是想得到一些特殊性质的东西,那么万国就不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和之国才是黑胡子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既然不会是大妈的万国,那么黑胡子最有可能去哪呢? 相信很多海迷已经猜到,黑胡子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正是和之国。 目前和之国正发生堪比顶上战争的大战,深知简陋精髓的黑胡子也是在顶上成功窃取了丰富战果。 那么黑胡子很有可能在此上眼顶上的桥段,再次获得大战后的战果。 要知道,鬼岛大战上可是有著著名幻兽众能力者,幻兽众众果实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 每一颗幻兽众果实对于黑胡子而言都是垂涎已久的存在,这其中甚至有陆飞的妮卡果实和凯多的青龙果实这样趋势可数的强大果实。 如果黑胡子得到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 相比于资源匮乏的幻国,和之国才是黑胡子的首要选择。 当然除了和之国以外,黑胡子还有可能去偷袭玛丽乔亚,挟持天龙人,总而言之这一切还要等待伟田老师的安排。 那么你认为黑胡子最有可能去哪呢?请在评论区发表看法。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